Hello,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本节课我们将学习如何使用组合的工具去去掉右边的人物 我主要会使用的是一些污点修复以及内容识别这样的一些工具 所以下面你们来看一下我的整个操作的思路 因为它在里面用的工具还算比较多 那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首先我要将右边的人物大致的去做一个内容识别的处理 那我们要去做一个内容识别的处理 然后先使用套手工具把它先框起来 按住鼠标不动,拖动 在袖子的位置我们注意不要选中黑色的 我们把这个右边的袖子稍微选多一点点 闭合路径 然后结束松手 好,它就被框起来了 然后我们在编辑上的里面找到内容识别填充 点击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预览 那这个预览很明显不太适合 除了在那个预览之外呢 这里面还会出现很多绿色啊 这个绿色注意点击我们将左边的人物擦掉 只留下墙壁跟地面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直接擦 我们在擦的时候呢 右边这个预览图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擦完了之后呢 整个感觉还稍微还行 它比刚才没有擦之前会好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去处理 做这样处理的一个目的就在于 我们去掉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它就不会被识别住 它不会被识别 到右边这个图里面去 刚才是不是里面会有个人的脑袋 但是现在没有了 因为我把它排除在外面了 所以我擦掉它是排除它 那绿色的我要保留它 所以我要把绿色内容会填入到这个框框里面去 其他地方不用管 直接点确定就行了 这个选区我们通过Ctrl加D取消掉 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多了一个背景拷贝层 你可以开关眼睛看一看 那实际上它是被挡住了是不是 那这个层的话我们把它合并一下 在这个背景拷贝上面 单击右键有个命令叫向下合并 点击 那现在就合并为一个图层了 合并为一个图层之后 我们通过Auto加滚键往前滚 放大一点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按住空格键抓手 然后来处理处理 那找到它不合适的位置 稍微去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底下这个地方就不正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呢 工具栏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命令 叫做修补工具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打着补丁 把这个不合适的位置全部框起来 松手 这个时候它好像变成个选区一样 在这个鼠标放在上面 按住鼠标不动移动 你会发现它的选区会进行一个螺洞 好 往右边拖 大概到这样一个程度 松手 可以 考虑加D取消选区 然后呢 继续把我们刚才做的不合适的位置 框起来 继续拖一直拖到满翼为止 这部其实非常简单 看到没有 拖 我现在不按孔架地也可以发现了 那直接框就行了 把一些不合适的位置稍微去做一下 框起来 好 拖动 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 因为一般人的话 他如果不看我的过程 他是感觉不到这里会有一个人 但这只是对地面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还要对其他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操作呢 其实比较简单 你只需要不断的框 不断拖动就行了 框起来 拖动 框起来 那拖动就可以了 意思是拖到满翼为止 我在拖动的时候 我避过了这两条白的 这两条白的应该是人的投影 所以我特意的去避开它了 像右边这个白的就可以把它去掉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好 好 我们再稍微处理 处理到自己满翼为止就行了 孔子加地 取消选区 随便滚往后滚来看看 地面没有问题了 这个上面的墙有些问题 看吧 这个墙怎么处理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用修补工具 把一些有颜色的问题 稍微拖动一下 它会给你的颜色呢 做个自动融合 你看 这个颜色就不会出现那种 很突然的感觉了 那稍微拖动 当你在拖动的时候 你要拖到周围就可以 你不要给我拖到人上面 那这样肯定不会出问题 你看 孔子加地 后退步 所以你要上下拖动 上下左右 什么的圈圈 孔子加地 取消选区 好 把这些位置 就边缘比较厉害的位置 边缘比较清晰的位置 把它稍微弄模糊一点点 这个地方也要稍微处理一下 好 这个位置稍微点暗 也可以稍微处理 好 我们把它处理的差不多 主要去处理的位置 不在意这里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if 因为这个if边缘 这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if边缘怎么处理呢 你可以使用套手工具里面 多边形套手 使用多边形套手之前 要注意你的 这个语化只要是0 你别搞得有数值 一定要是0才可以 好 点击 点击 因为它的用法就是点击嘛 把这个边缘稍微勾一下 点 点 好 点 右边 框起来 框大一点 好 框到这里来 好 松放一下 Android键往后滚 那下面这个里面的这个图 怎么样去把它弄得看不见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画笔工具 选择画笔工具之后 这个画笔很大 右键去改变画笔大小 小一点点 我们在画笔工具里面 还可以按Android键去吸取一个色彩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衣服去掉 所以我要去用颜色填掉它 那用哪个地方颜色填掉它 最合适呢 很明显是这个地方的色彩 按去Android键 点击 可以去图 但是图之前呢 最后我们把透明度呢 稍微降低一点点 因为现在是100 降到450左右吧 在上面右键 注意硬度 硬度现在是0 一定要是0 不能是别的 改成0就行了 好 慢慢的图 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因为我用套主工具把它限制住了 所以在这个套主工具里面呢 它会发生变化 套主工具之外呢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你看我图完之后 黑的地方就变白了 这个黑的是刚才遗留的问题 好 图 边缘 首先要将边缘处理好 边缘处理好 问题就不大了 好 Ctrl加D取消选区 这个时候出现新的问题 因为它的边缘会比较明确 看到了吗 为什么明确 因为刚才做了一个选区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变化会非常明确 它不会有语化的感觉 怎么样处理呢 很简单 画比较上的直接涂就行了 你看 涂到看不见为止 稍微涂一涂 底下也稍微涂一涂 因为底下涂比较黑 所以你可以将透明度 再一次降低到20左右 说放 Out接着滚了 慢慢的涂一涂就行了 稍微往下涂一涂 可以将画比右键 放大一点 越大涂起来越简单 你看刚才要小 但现在要大 因为现在范围变大 再说放看看有没有问题 总之就是哪里有问题 你就涂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稍微有点黑的位置涂一涂 因为每个显示器 它的显示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看到很正常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黑 但基本上 我涂完之后呢 就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了 你可以看看 你也可以通过将透明度再改 改成10 再就涂 透明度越小 它在涂的时候呢 可以超出空间就越大 可以多涂两次 再说放看一看 这个地方就不要涂了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虽然有点黑 但它正常 因为人物的投影会投在这个墙上 这样你会发现 我们在处理完之后呢 整个图片 基本上就看不出来有这个痕迹了 我们在图像里面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前后的对比 可以开关眼睛看一看 但你不用对比也行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它确实少了一个人 我现在给你看对比 只是让你看得更清晰一点了 少了一个人之后呢 你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有什么PS的痕迹 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一个混合的方法 看到没有 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用了很多个方式 我们用套索去框定写选区 我们通过内容识别呢 去把它大致的去掉 然后在绿色里面将人物去掉 是不是 我们又通过画笔工具 去将底下的这个白色稍微涂的没有了 在涂这个人物袖子的地方 我们用了这个多变形套 把它选定起来 再去涂 这样会更合适 至于画笔工具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将这个硬度改成0 这个很关键 大小并不重要 然后呢 我们将不透明度改到了50 后面又改成了20 后面又改成了10 慢慢涂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面 地面的地方我们不是通过画笔 为什么呢 因为地面的地方它是有纹理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修补工具 慢慢的圈起来 然后再挪动 这样去处理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会保留它的纹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处理 我在这里称之为混合的方式 所以你通过看到我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也了解我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我思路是先干大的 再干地面 然后呢 再干墙壁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可以去将这样的一些 人物完美的去掉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